歡迎回到夢想街57號 我們除了剛剛講的 這個王子麵跟科學麵之外 聽說他們最近 在追另外一種麵 到底是什麼麵 今年爆紅 你看王院長說 終於搶到一包了 這是什麼 台九的花雕雞麵 這個怎麼會重新 又再被翻出來 我記得他之前 已經曾經紅過一陣子 而且真的滿好吃的 但是你看這個PTT裡面 我覺得他抓住人性 他講兩個重點 他說現在的年輕人 不喝黃酒了 都去喝洋酒 所以像這個花雕酒的話 就沒有人喝 越沉越香 對不對 15年了 超過15年了 酒很香了 然後用這個花雕酒 做出來的泡麵 當然很好 對不對 你抓住這個 再過來他說 台酒公司 生產這個花雕酒的 這個雞麵的話 其實它沒有什麼賺錢 對不對 成本很高 沒有賺錢嘛 所以消費者說 我來吃這種泡麵的話 非常什麼 非常划算 可是他們不是講說 那個花雕酒當時是因為 沒有人喝嘛 那就代表這個自銷了 庫存啊 對啊 庫存 但是庫存越沉越香啊 從越香 弄出來的泡麵不是越好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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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